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6号会见记者时称 目前的状况不是一夜之间或者在真空中发生的 近年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越来越多破坏稳定和具有潜在危险的行动 台湾40多年来的现状改变来自北京而不是美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 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是掀起台海惊涛骇浪的罪魁祸首 什么是台海现状答案十分清楚 那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换句话说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对台海现状的清晰界定 违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改变台海现状 汪文斌表示 事实是美方违背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做承诺 在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近年来美国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更加的露骨 一中政策的前缀后驻越来越长 美方还从台湾当局加大勾连在台海耀武扬威 给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 这一切都表明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改变台海现状的正是美国和台独 在记者会上汪文斌也强调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的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总台钥医记者北京报道